第十二届花蓮国际石雕艺术季10月24号正式开幕了 主题定为石洞漫坡 现场徐中卫表示活动核心项目户外创作营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这届暂时不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来台湾 不过还是审慎评选出16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国内外石雕家现场创作 也欢迎乡亲一起来感受石雕艺术的丽与美 经历了25个年头第十二届花蓮国际石雕艺术季10月24号正式开幕 以石洞漫坡为主题 规划了动态的户外创作营 还有许多静态石雕艺术相关的展览 要让全国民众感受到花蓮石头的魅力 现场徐中卫表示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虽然无法邀请到国外的石雕家前来现场创作 但仍审慎征选了16位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国内石雕家 参与大家最期待的户外创作营 也欢迎乡亲到活动现场为石雕家们交打气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十位国外的艺术家 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盛事 我们也感觉到非常遗憾跟可惜 不过我们也是会非常地想念他们 期盼在2023年的时候 花蓮我们再来相见 我们16位石雕艺术家 已经会很用心地来完成我们的作品 并且将最精彩的作品 呈现给我们花蓮这块美丽的土地 也希望能够来带动全国的乡亲 一起来花蓮参观欣赏 来跟石雕家们加油鼓励 1996年85年 开始第一届国际石雕艺术季 在我们海岸路在岩辽边展开 到现在已经12届25年 我相信这12届25年给予花蓮以及全国的石雕家 非常非常多的艺术的能量的精进 尤其是当国际的我们的艺术家在国内做交流的时候 我想这是艺术家们最想要的心神的领会 以及技巧以及我们很多很多方面能够不断的增进 24号的开幕典礼 县长亲自颁发给16位石雕家创作证书 以及原住民木雕竞赛得奖的7位木雕工艺师 今年的石雕艺术季还结合原住民木雕展 呈现了石头和木头相互辉映的雕刻技术 2020花蓮国际石雕艺术季 除了动静态展演 10月26号有一场石雕研讨会 10月24号25号31号以及11月7号8号14号15号 每个星期六日下午在文化局的园区 会有主题市集音乐表演及周边的体验活动 欢迎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参与 记者讲邦彦华联市报道